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种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第三个标题 任股权证以及股份期权 这两种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权证和期权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 对于盈利企业 任股权证股票期权 它的行权价格如果低于当期普通股 平均市场价格时 则具有稀释性 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 等一会再介绍 我们先把这个结论先知道一下 前提是对于盈利的企业来说 如果股票期权 任股权证的行权价格 低于普通股平均的市场价格 则具有稀释性 为什么 等一会再讲 这儿一个提示 反过来 那如果是亏损的企业 它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亏损的企业 当股票期权 任股权证的行权价格 低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 则不具有稀释性 或者称之为叫反稀释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需要再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考虑全真的问题了 直接以基本美股收益 作为稀释美股收益 我们教材说不应当计算 严格的说就是 不再考虑任务权证股份期权 这种潜在普通股的影响 而是直接以基本美股收益 作为稀释美股收益 好 这是先给大家说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盈利企业来讲 行权价格小于市场价格 具有稀释性 但是如果是亏损的企业 在行权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 则不具有稀释性 下面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结合这道例题来理解 有关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在行权价格低于 平均市场价格时 具有稀释性 如何计算稀释美股收益 我们来看一道题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2023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经理润是2750万元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是5000万股 注意 我们作为例题就简单的 直接告诉我们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是5000万股 如果是考试题 尤其是主观题 可能还要让我们算出 这个加权平均数 这是我们前面讲 基本美股收益时 已经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这道题 让我们算基本美股收益 那就是很简单了 分子是2750 分模已经算好了 已经是加权平均数了 5000万 一除就是 基本美股收益 2023年4月1号 假公司对外发行 1000万份任务权证 行权日为2024年4月1号 每份权证可以在行权日 以每股7块钱的价格 认购本公司 一股新发行的股票 有一份权证 对应的一股股票 来1000万份 将来就是1000万股股票 假公司普通股股票 自2023年4月1号 至2023年12月31号 平均市场价格为 每股8元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针对这道题 它是个任务权证 其实我在这再讲一遍 考试题 如果考一个股票期权 完全是一样的 权证和期权是类似的 首先要明白 权证和期权都是什么意思 今天假如你们是假公司的高管 假公司向你们授予权证 或者期权 然后在一年以后 明年4月1号 你可以以7块钱的价格 认购公司的股票 假如你们加起来 总共1000万份 7块钱将来可以 购买认购7000万元股票 就1000万股股票 乘以7块钱 就是7000万元的股票 你们向公司支付7000万元 公司呢 给你们是1000万股票 也许那个时候市场价格呢 可能比这个行权的价格要高 你们获得股票以后 将来在二级市场上 可能已经20块钱了 或者是10块钱 或者是20块钱 那一般情况下 会高于这个行权的价格 获得利益 好 只是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权证和期权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什么金融工具 就是今天先授予你们这些权利 将来你可以行使这个权利认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甲公司在计算2023年 基本美股收益时 跟权证没有关系 但是在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任务权证它是一种潜在性普通股 将来有可能转成股票的 所以需要考虑这个潜在普通股的影响 如何计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比如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在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分子一般不需要进行调整 因为它是否行权 不太影响分子这个金利润 它不像我们前面可转换公司债权 可转换公司债权你行权 你这个可转债 转成股票和没有转成股票 它影响利息费用的 所以可转换公司债权 在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分子需要考虑 或者说需要调整 但是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不需要考虑分子 只要考虑分模 把分模增加的 这种普通股的加权 平均数算出来就可以了 怎么算呢 我们按照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 假定认股权证或者股票期权 在当期期出或者在发行日 就已经行权了 比如是以前期间的 我就假定在1月1号 就已经行权了 比如是本年度1月1号发行的 那我也是1月1号行权 假定在这个点行权 比如是4月1号发行的 那我只能以4月1号来假定行权 这句话应该能够理解 那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呢 是假定在4月1号 我们这道题是4月1号发行的任务权证 我们就假定发行这一天 就已经行使这个权力了 你们是公司的高管 你们就假定在4月1号这一天 就向公司缴拉了7000万元 公司给你们1000万股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 站在上市公司的角度 在4月1号这一天 如果你们已经行权了 上市公司能取得多少款项 7000万 这没问题吧 7000万元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那就是你们给上市公司款项了 已经缴了股款了 那按道理讲 上市公司要给你们股票了 给1000万股票 那这个1000万股票从哪来的呢 一部分是要靠发行股票的 所以第二步 假设按照当期平均的市场价格 是8块钱 站在上市公司的角度 请大家注意 发行股票 我们原则上 从理论上讲 是按照市场价格发行的 当期的平均的市场价格是多少 我们食物当中 有时候按照什么钱 20个交易日平均价格等等 或者半年的平均价格等等 要以市场价格发行股票 并不是说 你7块钱给公司了 按照7块钱的价格 给公司付款了 公司就按7块钱价格 给你发行股票 它不是这样的 它发行股票 我们视为 发行给你的股票 是按市场价格发行的 因为发行股票 是按市场价格发行 那么如果按市场价格发行 就是高管给上市公司 这么多钱7千万 如果按照8块钱的价格发行股票 我能发多少股股票呢 就是说你们给公司付了7千万 7千万按照市场价格来算的话 它没有1千万股股票 它只有875万股票 意味着如果我要向你们发行股票 我按照市场价8块钱发行 我只能发行875万股票 但是我们给你的股票是多少 给高管的股票是1千万股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收到了1千万里面 这一部分是相当于 是按照市场价格发行 给你们的股票 875万股 另外我还无对价的付给高管 一百二十五万股 有另外一部分 我总共要给高管一千万股 站在上市公司角度 要给高管一千万股 一千万股里面875万股 对的是七千万元款项 还有一百二十五万股 相当于没有对价的 发行给上市公司高管 所以这一块呢 要注意个问题 我这写了个提示 当期发行的任务权证 或者股票期权的 这个平均 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按照什么金额来算的 要按照自发行日起算起 我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 还是非常严谨的 发行日 行权日是4月1号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应当从4月1号到12月31号 有的题目把这个问题忽略了 就来了一个平均市场价格8月 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严谨一点人想 一定要从发行日开始算起 就假如2023年 2023年4月1号发行的 那么发行的 那个时间点 到12月31号 平均的市场价格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考试题 给我们两个价格 1月1号到12月31号 是10块钱 4月1号到12月31号 是8块钱 那如果考这种题目 就说明考的有深度 考的很细了 你要选择应该是8块 而不是10块 好在我们有的题目 甚至忽略这个问题 就直接说了个8块钱 你没有什么选择的 直接用这个8块钱除以8 好了 这是第二步 先算一下 算什么呢 算一下来 高管给上市公司的17000万 如果按照市场价发行股票 可以发行多少股股票 那是875万股 接下来第三步 比较行使股票期权 任务权证将发行的 普通股的股数 我们刚才题目里面讲到了 将来这个权证 可以认购多少股股票 1000万股 然后将这个数量 于刚才我们在 括号二里面算出来的 按照平均市场价格 所发行的普通股的数量 是875万股 两者之间差额部分 是125万股 这个125万股相当于 无对价发行的股票 作为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净增加 这一点和前面可转债 完全不一样 可转债 我们前面讲过例题 将转股的数量直接算出来 作为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然后再计算加权平均数就可以了 但是今天任务全证股票期权 它的增加的数字 不是说1000万股就1000万股 而是要算净增加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给大家画个图表 说明一下 待会写多文字 刚才给大家讲过 假定今天就发行给高管 高管了就是持有人了 那么全证期权持有人 向上市公司缴付款向7000万 然后上市公司向这些持有人 发行股票 支付1000万股 比如我是上市公司 你们是高管 你们是全证持有人 那我向你们支付1000万股股票 我这1000万股股票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由按市场价格 8块钱发行的 另外一部分是没给我钱的 无对价的发行给全证持有人 125万股 所以对西市美股收益影响的是 哪一部分呢 是这一部分 而875万股 这一部分是不影响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一段文字 给大家做个参考 任务全证股份期权 行权时发行的普通股 1000万股 可以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按照平均市场价格 发行的普通股 875万股 乘以8 这一部分是按照市场价格发行的 是因为按照市场价格发行的 所以对上市公司来说 我虽然给了高管 给了这个持有人875万股股票 但是我也同时获得了 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出来的 经济力的流入 就是给我的现金有几千万 那是正常的发行股票 它没有稀释性 也没有反稀释性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在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时 不用考虑它 也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企业 一家商事公司 正常的发行股票 那跟稀释性没有关系 是不是 我今天发行的股票 按市场价格发行的 我获得了正常的市场的对价 增加了我的所有的权益 一方面增加了我的银行存款 另外一方面增加了我的所有的权益 对应的就是875万股 这一部分 但是另外一部分 125万股 这是没有对价的 相当于我按照市场价 给你们发了875万股股票 然后我再 对价的再发行125万股 这一部分给高管 给全省持有人了 但是其上市公司 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的流露 那这一部分 等于是净资产没有增加 股票直接给你了 是不是 就是说你没有给我对价 不能叫金资产没有增加 你没有给我对价 但是我给你股票 所以它具有稀释性 因此我们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 需要考虑的是净增加的这一部分 并不是对考虑一千万股增加的 这一部分是有对价 是一个对等的关系 所以它不影响稀释每股收益 这就是我们这块比较特殊的问题 好了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回到这个位置 括号三这一块来 增加的数量怎么算 离行权时转股的股票数量一千万股 如果正常情况下 明年行权的时候是一千万份股 全省可以换一千万股股票 没错 然后减去 我们这一次如果按照这个数量 一千万股按市场价发行的话 行权价 行权7块钱 按7块钱行权的话 那么除以它的市场价8块钱 分子就是刚才 括号一算出了一个金额 七千万 然后七千万除以市场价8块 这个减去的部分就相当于 按有对价发行的数量 按照8块钱的市场价格 发行的数量是875万股 这样两者一起言呢 净增加是125万股 所以第三步呢 我们算出净增加的数量 净增加的数量是125万股 这个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 为什么是要算净增加的部分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再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要解释前面的 那就是前面讲过一点 对于任股权证股份期权 在企业是盈利的情况下 如果行权价格低于平均市场价格 则具有稀释性 前面讲了只讲的结论 为什么呢 现在可以解释了 离行权的数量是1000万股 行权价格是7块钱 平均市场价格是8块 正是因为行权价低于这个市场价 那这个数字算下来 一定是小于1000的 是不是啊 正是因为小于1000的 前面这个数字是1000 减下来是大于0的 说明有增量的股票 有增量的股票数量 正是明有增量的数量 我们在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分我要加一个增量的数量上去 美股收益是不是被贪薄了 所以具有稀释性 反之 如果行权价格 比如是10块 你平均市场价格是8块 那就不对了 那这个时候算下来的数量是要超过1000万股 是不是啊 分子7改成10 假如7改成10 行权价10块钱 高于市场平均价格 意味着计算这个数量 计算出来这个数量是超过1000的 那这个算下来是小于0的 是个负数 负数我们在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前面一个加权平均数 大家回忆一下我前面讲过 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分模是两个平均数 两个加权平均数 前面是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一个平均数 这个是这一次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时影响的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 如果这儿行权价高于市场价 你算出来这个数字一定是个负数 负数就意味着减掉一个数字 减去一个数字 大家想一想 分模就变小了 那不是比贪薄了 还增厚了美股收益 则不具有稀释性 所以请大家注意 这个第一 这块给大家解释了 但对于盈利企业而言 当行权价格低于市场价实 具有稀释性 反之 对于盈利企业来说 当行权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 则不具有稀释性 是不是 这个作为第二点啊 给大家归纳一下 第一点 那就是说 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行权价格低于市场价 具有稀释性 我解释了一下 第二点 那就是反过来说 对于盈利企业而言 如果行权价高于市场价 则不具有稀释性 或者说具有反稀释性 考试题考什么 选择题的选项 说法对错 通过这些来理解 不是此基因背的结论 你这块用数字来计算 就很直观看得出来了 好 这是给大家正好把这个问题 结合这儿的问题来解释一下 接下来最后一步 将净增加到普通古的古数 也就是刚才 库号三算出来的125万古 再乘以它的时间权数 我们这道题呢 是4月1号的 所以权数是12除去9 这样才算出了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的 第二个加权平均数 分模里面的另外一个 加权平均数 请大家注意 刚才库号三只是算出来的 注意 库号三只是算出来 净增加的股票的数量 还没有考虑权数 所以库号四是考虑权数 12分之9要乘上去 因此 假公司2023年度 稀释每股收益等于分子不变 2750 分模 这是一个加权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 是刚才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的 加权平均数 这道题是已知告诉我们的 这是另外一个加权平均数 所以我一直讲 其实每股收益在计算时 分模实际上是两个加权平均数之和 我们关键是把后面这个算出来的 好了 那这样算出来以后呢 是0.54 每股0.54元 我顺便再算一下 假公司2023年基本美股收益 考试题 往往是先算基本美股收益 刚才我口头说了一下 没有列式子 我在这列一下 那就是2750除以5000 5000是已知的 是0.55 我写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是想告诉大家 要和稀释美股收益比一下 稀释美股收益肯定要比基本美股收益 金额要小 也就是说在有稀释性的情况下 至少说小于等于吧 如果你算出来 稀释美股收益竟然比基本美股收益还要高 一定是算错了 我主要想告诉你这一点 所以我在这把基本美股收益也算一下 做个比较 好了 这就是有关第三个问题 任务权证 股份集权 稀释性的问题 那下面我们来作为道题 这是2021年的一个单选 2020年1月1号 假公司对外发行2000万份任务权证 行权日是2021年7月1号 每份权证可以在行权日 以8块钱的价格 认购假公司一股股票 2020年度假公司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是6000万股 已经告诉我们加权平均数了 每股平均市场价格10块钱 这个题呢 它就很能捅的 当然好在也没关系 我们是1月1号发行的权证 其实这个平均价格是全年的平均价格 2020年度假公司归属于普通股的经利润 是5800万 分子已经有了 让我们算西式美股收益 如果让大家算基本美股收益 那就是5800 除以分母是6000万就可以了 是不是 如果算西式美股收益怎么算 分子5800 分母呢 分母是第一个加权平均数已经有了 就这个 算基本美股收益的加权平均数 再加上 加上这个任务权证净增加的数量 净增加的数量怎么算 等于2000万份权证 就是相当于2000万股 2000万股 减去2000万股 如果按照今天的事 任务行权价8块钱墨击资金 我们可以墨击16000 平均市场价格是10 那其实就是算出来是1600 1600乘以12分之12 这就是分母 那这个加权平均数 我把它算出来 这是多少呀 那不就400吗 是不是 400 这样分母就是6400 计算器算一下 西式美股收益 算出来是 0.91 我这也给大家写了一下 立了个式子在这 两个加权平均数 0.91 其实我刚才也给大家说了一下 你把这个也算出来 算一下 一定要大于它的 有西式性的情况下 一定是大于西式美股收益 反过来说 如果你算出来 西式美股收益 比基本美股收益还要高 答案一定是错的 好 这是给大家练习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讲到这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限制性股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考点 限制性股票 这个事儿 阴魂不散 我们在第十章股份支付里面 就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今天到了美股收益 这一章28章又冒出来了 我觉得 从我的判断来讲 这属于一个考点 请大家注意 在2019年综合体里面 就涉及到了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有限制性股票的情况下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当时2019年考试那道题 好像是18分还是多少 主要是考了前面 限制性股票 就股份支付了一张 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的立体 但是最后一个小要求是 这一张的 当时我们没有讲 所以大家在学完这一张以后 可以把2019年综合体 可以完整的做一下了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企业发行了限制性股票 那么我们在计算美股收益时 同样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 等待其类基本美股收益怎么算 第二 等待其类息事美股收益怎么算 首先看基本美股收益 这个限制性股票 根本上就不影响基本美股收益 有和没有 题目里面有和没有限制性股票 是一回事 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限制性股票 那就是今天授予给高管 将来在行权条件满足时 解锁上市公司的高管 可以流通这个股票 反之如果不符合行权条件 也就是说将来要回购 不符合这个行权条件 那么将来要回购 回购实际上就意味着上市公司 还要把这部分股票给买回来 因此请大家注意 从性质上讲 属于货有可发行股票 还不能确定下来的 将来有可能要回购回来的 因此我们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不应当包括限制性股票 假如原先总股本4.4亿股 然后今天发行1000万股 限制性股票 虽然目前总股本是4.5亿股 但是我们在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我们就按4.4亿股股票 这个限制性股票是不确定的 不能算在分模里面 所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让我算基本美股收益的话 你有没有限制性股票 跟我算基本美股收益都没有关系 你没有我不用管它 你有我也不用管它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道题 假公司2020年1月1号 发行栽败的普通股的数量是5000万股 3月1号吸收外部投资 现金增资是600万股 2020年12月1号授予员工 60万股限制性股票 如果无法达到行权条件 将由假公司按照原授予价格回购 那这个60万股是不影响 我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 因此假公司在计算2020年度 基本美股收益时那个分母 也就是当期发行在外的补物的加权 平均数应该多少呢 等于这是1月1号期出的5000万 我就把它理解为相当于12分12一样的 3月1号发行股票600万股 乘以多少 12分之几告诉我 12分之几 12分之10 12分之10 12分之10那是多少啊 500万股 500万股叫前面5000 那就5500万股 当然是A选项 对的啊 当然是A选项 就这么简单 这个60万股你不用考虑 那这道题要是没有这句这段文字 这句话也是这么算 所以等待其类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那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如果说没有别的事情 这个基本美股收益计算还是非常简单 相当于不考虑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不在这 我们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呢 头疼的一个事情 那就现金股利是否可撤销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股份支付赖一张 不就是被这个事折腾的吗 是不是啊 现金股利可以撤销 怎么样进行快捷处理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又怎么样进行快捷处理 主要就在这上面 那下面呢 我们要注意了 如果题目告诉我这一家上市公司 发放了现金股利 并且规定现金股利可撤销 或者规定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计 有难度了 这是个难点 也是烤铁 也是重点 听清楚我们有三个点了 重点 难点 烤铁 所以大家要弄明白这一块 那下面我们来分两种情况 第一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此时计算 等待其类基本美股收益如何计算 什么叫现金股利可撤销 大家别忘了 时间长了 第十章了 今天已经到二十八章了 可能时间长了 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在这加了一个括号 还是做了一个复习 回顾一下 所谓现金股利可撤销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上市公司的规定 你的股权基地计划的规定 不同的公司可能不一样 什么叫现金股利可撤销呢 也就是说一旦将来达不到解锁条件 比如业绩条件没有达到 那就不能达到解锁条件 什么叫达不到解锁条件 就是高管持有的股票 将来上市公司要回购的 如果将来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假如这家上市公司规定 我们在等待其类 发放给高管的这个现金股利 我先发给你 后来呢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那么按照限制性股票的要求 高管的股票要还给上市公司 同时你要把当初我们发放给你的 现金股利也要返还给上市公司 退给上市公司 这就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我可以反悔 或者说这种情况下 是上市公司比较小气的表现 就是一旦你们拿不到股票的话 那么当初给你的股利 你也要还给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大家注意 我们在等待其类计算 基本美股受益是 分子要调整 分子要扣除 当期分配给预计可未来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预计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减去 而是减去哪一部分呢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比如说有20个人 最终呢 有18个人 达到条件 解锁了 然后呢 还有两个人呢 比如说离职了 那么这两个人后来又离职了 那么这两个人就不可解锁 是不是啊 不可解锁 我们解的是解那个18个人 分配给他们的现金股利 我们先要知道分子要怎么调 第二分模式不包含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假定是1000万股股票 限制性股票是1000万股股票 那分模呢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一个问题吗 总股本4.4个亿 加上限制性股票1000万股 所以总股本变成4.5个亿 我们在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模要按照4.4个亿算 那1000万不能算进去 不包含 为什么刚才讲过这个道理 因为你本身是不确定的 将来有可能要回购回来的 所以这个1000万股 分模里面是不包含的 好了 那就是下面给大家写了一个版书 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美股收益等于 归属于分子 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当期净利润 要减掉一个数字 要扣掉一个 扣掉什么呢 当期分配给谁 分配给预期未来可检索的 这一部分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在本期 如果有现金股利分配的话 分给他们多少 这一部分人分的多少 要减掉这一部分人 然后分我呢 其实就是正常的一个平均数 就可以了 你根本不用考虑了 限制性股票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减掉 预计未来可检索的那一部分 刚才说过 假定有20个人 最终有18个人 预计未来可检索 还有两个人 预计未来不可检索 这是不可检索 这是可检索 假定啊 我们在每个资产负债表 这不都有预计的吗 为什么减掉是18个人的 那两个人为什么不解 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解了 然后我们就接受了 接受以后 我们再做题目 有理所当然的 就知道 理解了以后啊 我们接受它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照题目的要求 怎么来做 你不理解的话 可能就没有一个逻辑 去处理它 可能就 今天就模仿它做 过两天又忘记了 可能就做错了 所以下面解释一下 我们下面给大家写个分析 首先 假定股权激励计划 规定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这是公司的规定 每个公司可能规定都不一样 我们公司规定 现金股利可撤销 意思也就是将来你们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要把给你们当初给你们给你们的现金股利 要返还给上市公司 这就叫现金股利可撤销 所以可撤销主要是针对现金股利来说的 什么可解锁不可解锁 这是行权条件的 所以这是两个问题要分开来 我下面呢 以两个人为例来说 一个是假 是上市公司的一个高管 疑是另外一个高管 我以把问题简单化 假如授予他们每个人一股股票 把问题简单一点 每个人这个授予的价格是十块钱 然后呢 在本期 他们俩呢 都有限制股票 我们要向他们发行 这个分配现金股利 这没问题 是不是啊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现金股利可撤销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假高管呢 在分配现金股利怎么样做分落啊 借利润分配 带应付股利 同时还要再做一笔分落 借其他应付款 带库存股 是不是已经有点忘记了 要把前面再看一下 假如每人都给他一块钱 先进股利 那么将来是否能收回呢 预计将来可解锁的人 那么预计将来就不再收回了 但预计无法达到解锁条件 那就意味着给他的一块钱 将来可能要是会收回来的 那么请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 倪这个人 倪这个人 当初上市公司授予他股票时 他给了上市公司十块钱 买下来了 然后在这个等待期内 上市公司又发了一块钱 先进股利润给他了 后来假定啊 后来没达到解锁条件 没达到解锁条件 实际上将来他要把那个十块钱 把那个股票啊 那股票又还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要把当初收他的十块钱 还给高管 是不是啊 还给以这个高管 但同时要注意 这一块钱 这一块钱 你也要返还给上市公司 是这样的道理 是不是啊 我们在做分路的时候呢 就最终给九块钱就行了 你那一块钱 就上市公司还给高管 还九块钱 因为我当时已经给你一块钱了呀 将来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高管把股票还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再给多少钱就行了 给九块就可以了 实际上就相当于那一块钱 给要回来了 是不是啊 给要回来了 那你想想高 以这个高管啊 从授予股票开始到最后啊 等于是 兜了一个圈 还原了 站在高 站在上市公司角度也是这样的 我收了十块钱 后来我又给了你一块钱 最后你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我又给了你九块钱 我们俩是不是扯平了 那其实对以高管来说 相当于什么 整个一个流程看下来 相当于他没有参与这个股权经历计划 是不是啊 当初给他上市公司十块 然后上市公司分了一块钱 鼓励给他了 最终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高管 以高管把股票还给上市公司了 然后上市公司再给他九块钱 两个人是不是扯平了 然后离职了 是不是啊 那就我们俩也扯平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以这个高管呢 其实相当于在整个流程来看 相当于没有参加股权经历计划 或者说就陪着甲一起走了一圈 是不是啊 最后还原了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在解人手啊 根本就不用考虑他 因为他相当于没参加一样 所以我们要解解谁呢 解去这些人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这些人 分配给他们的现金鼓励 好了 给大家这样一解释 我们分子就知道了 当期的净利润 要减去 当期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这十八个人 给他们的现金鼓励 还有那两个人预计不可解锁 就意味着将来有可能 还还给上市公司 所以说他们就相当于 陪着甲走了一圈 他自己实际上是 走了个循环 什么也没有 相当于没参加 因此不用考虑 只是给大家说明这一点 也就是我下面给大家写的一段文字 也是咱们有的同学在学的时候 一个困惑 当然有的同学不想了 就模仿他做 其实最终还是做不出来的 关键是要把道理搞清楚 我这写了一下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要结合我刚才所讲的 我这只是简单的写 写一写 是结合我刚才的课件 这个语言的 口语的一些表达 为什么分子只扣除当期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这一部分股票持有者的现金鼓励 而不扣除当期分配给预计未来不可解锁的这部分人 为什么不扣他的 那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因为一旦无法达到解锁条件 则预计无法达到解锁条件的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将无法获得 或者需要退回他在等待期内 应收或者已收的现金鼓励 就这部分现金鼓励 相当于还是要还给上市公司了 因此视同未参加股权进行计划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要把整个一个流程看下来 其实最终是扯平了 是不是 当初给了上市公司10块 最后上市公司把钱又还给高管了 然后高管把股票也还给上市公司了 等于没参加 所以视同未参加股权进行计划 因此这个分子就无需再减他的 你等于没有这部分人 所以我们就减掉 那就是刚才所讲的 预期未来可解锁的这部分人 他的现金鼓励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分子 好了 那接着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反过来 那如果某一家上市公司 他的股权激励计划规定 现金鼓励不可撤销 什么叫不可撤销 那就是不管将来是否解锁 当初上市公司给高管发的股票了 给就给了 不能再要回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 打比方说就相当于 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这个上市公司比较大气一些 刚才第一种情况现金鼓励可撤销的情况下 那是比较小气的上市公司 你们不行权了 然后咱们俩 咱们俩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走人了 咱们就没有交情了 把钱还给我 把现金鼓励还给我 那么第二种情况相对比较大气一些 没关系 曾经咱们总归是好了一场 总归都是我们的高管 总归有这么一个交情在这 那你走了 给你的现金鼓励 给就给了 不要了 这就是现金鼓励不可撤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计算基本美股受益时 请大家注意 分子也是要扣的 而且也是扣谁的 扣预计未来可解锁的这部分人 但是请大家注意 和刚才现金鼓励可撤销的情况下 不同的是 前面扣的是现金鼓励 我们现在扣的是金利润 这个指标是不一样的 分模式一样的 凡是限制性股票 我们在计算基本美股受益时 它本身是不确定的 所以分模式不包含的 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不同点是分子 刚才现金鼓励可撤销的情况下 分子是减掉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 他们的现金鼓励 而我们这一块是减掉 是金利润 也就是下面所写的这个板书 这个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 此时 基本美股受益等于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当期金利润 减掉什么呢 减去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这部分人 他的金利润 归属于他的金利润 分模都一样 都是不含限制性股票 那么问题就来了 第一 为什么减去未来可解锁的 未来不可解锁的 为什么不用解 第二 你这为什么减金利润 为什么前面减 现金鼓励 不一样是不是 我相信有的同学开始 迷惑了 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下面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理解了 然后我们以后就接受了 那我们就做题 就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就我可以在可以接受你的条件下 我来做这个题 也就是说你理解的情况下 我来做这个题 那就让我们至少我们思想能够接受它 这样的处理 有道理的 下面我也是给大家写个分析 首先是假定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 现金鼓励是不可撤销的 先要把名词搞清楚 不可撤销的意思就是将来分配现金鼓励给高管 给就给了 不管将来是否达到解锁条件 我们都上市公司都不要了 或者说高管不用访黄给上市公司了 那首先呢 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像刚才所讲的那个图表一样 假如某一家上市公司有两个高管 一个是假 一个是假 假预计能够达到解锁条件 你预计无法达到解锁条件 在现金鼓励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其实不管将来是否达到解锁条件 站在上市公司角度预计都不再收回 是不是啊 都不再收回这个现金鼓励了 这个图表 相对来讲 大家在理解上应该有前面的基础 比较容易来接受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复习一个问题 我们要给大家讲 为什么要减去未来可解锁的部分 未来不可解锁的 为什么不解 我们先复习一下 在迪士章所学的 有关现金鼓励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预计达到解锁条件的假 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分配现金鼓励是怎么处理 预计无法达到解锁条件的疑 现金鼓励分配是又如何处理 复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种情况 如果上市公司规定 现金鼓励不可撤销 并且预计未来可解锁 比如假这个人 他可以解锁的 既然可以解锁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将来分配给他们的股票 作为利润分配来处理 因为不管将来怎么样 这个股票都是不可撤销 现金鼓励都是不可撤销的 分给他们就是分给他们了 所以他们相当于是股东 这些股票持有者相当于是股东 因此我们做这样一个利润分配 借利润分配 但应付股利 这是我们在第十章里面 给大家分析过的 作为一个利润分配来处理的 相反第二种情况 以这个人 以这个人 如果前提是现金鼓励不可撤销 如果预计未来不可解锁 和刚才不同的是 刚才说假这个人 是假如预计未来可解锁 预计未来可解锁 意思也就是说 将来能够达到行权条件 将来这个股票就上市流通了 那说明假这个人 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既然是股东 那么向股东分配现金鼓励 那就是利润分配 这是刚才做这批愤怒的理由 相反 如果以这个人预计未来不可解锁 不可解锁呢 但是作为上市公司 给他的现金鼓励 给就给了不能要了 那其实上市公司在承担这个成本费用 是不是 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因为将来这个股票要回购回来的 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我分配给他们的现金鼓励 我是分给他们的呀 我要做利润分配 我要代应付鼓励 是不是 但是我不能写利润分配 为什么呢 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那我承担了这个现金鼓励给他们了 我作为我的当期的成本费用来处理 这是我们在第十章给大家讲过的理由 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刚才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 也就是说在现金鼓励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在计算7%美股收益时 分子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减去 归属于预计未来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净利润 这是减了谁呢 减了假如18个人 18个人预计可解锁 两个人预计不可解锁 我们要减去归属于未来可解锁的这18个人的金利润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是减金利润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讲过 这18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既然是股东 那么分我是不含限制性股票的 分子是18个人是限制性股票的利润 分模和分子的口径要一致 分模里面不含限制性股票 那么分子里面也不含限制性股票的利润 因为他是股东 股东应该是享有利润的 比如说常规的股东 正常情况下的股东 那我就享有正常情况下的利润 正常情况下的利润 所以说这里面的 由18个人预计可解锁的这18个人 他是正正意义上股东 将来即使没有解锁 也可以获得这个现金股利 他是不可撤销 所以说将来分就分给他们 他们就相当于是股东了 因此分模是不含限制性股票 那么对应的分子也就不含他们的金利润 因为股东股东享有的是金利润 好这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18个人金利润要把它减掉 第二个问题是 那两个人为什么不减 那两个人我告诉大家 已经在这减过了 他们两个怎么减过的呢 我刚才给你讲 分路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 那两个人呢 没有做利润分配 而是记在管理费用里面 管理费用是不是已经喊在这里面了 对他们已经减掉了 已经作为管理费用已经剔除掉了 所以我们这只需要减18个人就够了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理由 这为什么减18个人 不是全部减 假如总共有20个人 那么预计可解锁的这部分减掉 同时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金利润 那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写一段文字 再进一步说明一下 刚才我只是口头上简单的表达了一下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 这段文字 就是有的同学一个控货 为什么在股权激励计划 规定现金股利可撤销的情况下 分子是减掉现金股利的 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是预计未来可解锁的那一部分 他的现金股利减掉 而在刚刚所讲的问题 股权激励计划规定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分子也是扣 而且也是扣预计未来可解锁的这部分人 但是扣的是金利润 这两个是不是不一样 也是你在学的时候 听的时候 想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 想到问题是好事情 说明你在思考 动脑筋 我就怕有的同学 就是听了没有思路的 就是说没有想法的 你怎么说的 老师怎么说的 他就怎么接受 没有任何想法 然后就这样 甚至老师是不是会说错了 他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上于思考 那这一块呢 首先一个问题 他们俩都是分子 都是减去未来可解锁的 我们前面给大家 这个问题已经分析过了 是不是 现在我们两个问题都讲完了 我再做个比较 为什么前面是减现金股利的 后面在不可解锁的情况下 是减金利润 我先分析后面这种情况 对于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限制性股票 即便将来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已经分配给这一部分高管的现金股利 还能收回来了吗 不能收了 无需退回 表明在分配利润时 这些股票有了与普通股相同的权利 研究说这些限制性股票的持有者 和普通股的股东 一起参与了利润分配 它是一种其他的权盈工具 也是一种股票 限制性股票 是一种属于与普通股股东 一起参与善于利润分配的 其他权盈工具 这能够理解吗 因为即使将来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他们也享有这个现金股利的权利 这种文字是我们教材人 给我们所说的观点 好了 既然和普通股股东 有相同的权利 说白了就是 我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因此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我们分子在扣的时候 是扣金利润 为什么呢 股东对应的才是金利润 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们在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母是普通股的股数 分子是金利润 股东享有的是净利润 一个公司随限的利润多少 股东根据自己的数量来享有 所以这个口径是统一的 分我不喊限制性股票 由于这18个人 假定18个人啊 这18个人 预计未来可解锁 预计未来可解锁 那么这18个人 他就是真正意义上股东 他应当享有这部分的权利 和其他普通股股东一样的权利 相同的权利 所以普通股股东对应的也是金利润 相有金利润是不是啊 你是股东就享有这一家公司的金利润 那么他们这18个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和普通股股东的权利是一致的 是相同的 所以也就是对应的是金利润 因此在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分子在算的时候 要减去归属于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这18个人的净利润 相反 前面现金股利在可撤销的情况下 为什么分子不能减净利润呢 而是减现金股利呢 那是因为 即使这一部分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票 预计未来可解锁 即使将来可以解锁 那么也进行了利润分配的处理 我们刚才前面也提了一下 他们也视为是股东 进行利润分配的处理 但是不同的是要注意 由于现金股利可撤销 即使这18个人未来可解锁 但是公司在进行账务处理时 这18个人仍然承担着将来要归还现金股利的现实义务 什么意思啊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限制性股票 在现金股利可撤销的情况下 分配现金股利怎么做分路啊 借利润分配 带应付股利 同时要多一笔分路 借其他因付款 带库存股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对于这些股票持有者 将来仍然有可能要偿还现金股利的义务 万一将来不能解锁呢 是不是一直有这个义务在这 因此在锁定期内 他并不享有与普通股股东相同的权 和刚才是不太一样的 你虽然也是做了一个利润分配 但是关键问题是 你同时还承担这个义务 你按照十块钱购买了公司的股票 公司今天给你一块钱了 虽然也做了利润分配 预计你未来可解锁 给了你一块钱 做了利润分配 但做了利润分配 不代表这一块钱 永远就归属于你的 万一将来你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你仍然要把这一块钱还给上市公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意味着这些人仍然承担着 将来归还现金鼓励的现实义务 所以在现金鼓励可撤销的情况下 我们分子要解 只能减去对你的现金鼓励 负债这一部分 因为对他们来说 对这些高管来说 持有者来说 他承担的是一项负债 而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股东的身份 股东相应都是金利润 而这一部分人 虽然也做了利润分配 但是你承担这个义务 所以分子减的是 持有者承担的负债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现金鼓励这一部分 所以给大家这样说明一下 好了 那这样呢 我们讲完这个理论 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归纳一下 最终我们做题目 就根据归纳的结果来做题目了 前面是理解分析的过程 我们把两种情况做给比较 如果限制性股票 在等待基地计算 基本美股收益时 我们分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现金鼓励可撤销 第二是现金鼓励不可撤销 这两种情况 我们先比较他们的共同点 那就是分子 分子均不考虑未来不可解锁的 就像我前面讲的两个人 我们分子都是减去那18个人 是不是啊 都是减去未来可解锁的那一部分人 无非现金鼓励可撤销的情况下 是减去未来可解锁的那18个人 分配的现金鼓励 在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是减去归属于那18个人的经历润而已 咱总而言之 我们都是只减去18个人 而不考虑另外两个人 这是一个相同点 第二个相同点 更好理解了 无论什么情况 分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我都是不包含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好 这是共同点 不同点是刚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在现金鼓励可撤销的情况下 分子是减去当期分配给18个人的什么 现金鼓励 刚才说过 因为他们其实还承担着将来偿还现金鼓励的现实义务 所以对应的是减去他们的负债 而现金鼓励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分子是要结 但是是减去这18个人的什么 享有的净利润 因为他们是将来没有这个义务偿还的现金鼓励的 哪怕不可不解锁 也不需要偿还 所以他们在这个等待期内 锁定期内 和其他的普通股股东 享有相同的权利 可以把它理解为也相当于是 普通股股东享有这个利润 享有归属于他们的利润 所以是减了净利润 一个减现金鼓励 一个减净利润 好了 那以后我们在做题目时 就看题目条件了 你如果股权基地计划规定现金鼓励可撤销 我分子减的时候 减去这18个人的现金鼓励就行了 如果股权基地计划规定现金鼓励是不可撤销的 那我也是减这18个人 不过是减去这18个人 归属于这18个人的净利润 而且这个条件呢 题目会直接告诉我们 这净利润是多少 他会告诉我们的 OK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分析完了 而且也做了一个归纳 那我们以后做题目 就按照这张表来做了 好 这是有关等待积累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等待积累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 还有稀释美股收益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那其实呢 理解了以后啊 道理都是类似的 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解锁条件仅仅是服务期限条件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这个行权条件 有服务期限条件 有业绩条件 等等 其实也包括这个服务期限条件 第一 如果是行权条件 仅仅是服务期限条件 比如工作三年 那就是服务期限条件 那么公司应假设 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应当于当期期出 或者是晚于期出的 授予日全部解锁 这什么意思 首先您要清楚 我们现在算的是 稀释美股收益 是假设如果限制性股票 已经解锁了 已经解锁了 就变成真正的股票了 那么股本的数量将会增加 美股收益将会摊薄 所以我们需要 它说明它具有稀释性 我们需要算一个 稀释没有收益 所以今天毕竟还没有解锁 因此我要假定它解锁了 那假定在什么个时间点解锁呢 那一般来讲都是假定在授予日 如果你是 一月是去年授予的 假如是去年授予的 我就视为在一月一号是解锁 如果是今年一月一号当日发行的 一月一号发行的 那也正好就是一月一号是授予日 如果是四月一号授予的 那就是从四月一号开始算 听懂了这意思吗 所以书上这个表达要注意 按照哪个时间点 因为这涉及到权数的问题 好 在行权价格低于当期 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 考虑稀释性 这也是行权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其实和前面所讲的任务权证期权 道理是类似的 限制性股票 也类似于像股票期权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稀释性的条件 也是类似的 当行权价格低于平均市场价格时 具有稀释性 要计算稀释美股收益 那下面呢 关键一个问题 行权条件 行权的价格 股份期权或者股票权证 都会告诉我们一个行权价格 但是限制性股票它不同 它叫授予价格 它不是行权价格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关键的问题 要算一个行权价格 怎么算 等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加上资产负债表日 比如12月31号 尚未取得的职工服务的光源价值 我们刚才不是说服务期限条件吗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举个小例子说明一下 假如这个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是8块钱 在授予日 权益工具的光源价值15元 授予日的公司的股票价格是23元 服务期限是3年 那么在第一年年末的行权价格就等于授予的价格8块 加上公允价值15 还有两年尚未取得职工服务 那么乘以三分之二 这就是它的公允价值 未来还有两年的时间 第二年末那就变成三分之一了 第三年末那就零了 那就是到最终行权价格就变成8块 那就是正好最后的授予价格 相当于那个授予价格一样的 这就是行权价格的计算 其实就代表着相当于公司承担的成本 承担的成本 好了 行权价格算出来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算稀释美股收益 在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分子请大家注意 分子要加回来 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当初分子上扣掉的那个金额 扣掉什么金额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 如果现金股利可撤销的情况下 分子当时扣的是现金股利 相反 如果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当时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子扣掉的是金利润 把这个数字要加回来 其实我们在做题目是不用加 就直接以这个当期实现金利润就可以了 那就下面这个公式 其实美股收益等于分子当期金利润 我又不以前面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子来算 再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子是调了一下 调减了 那么我再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我就不用调了 然后分母是两个加群平均数 具体来说 关键是第二个平均数 第二个平均数 这个公式你一看相当于股票期权 股份权证一样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减去限制性股票数量 乘以它的行权价格 除以平均市场价格 然后请注意 同样是一个加权平均数 我们教材在表达的时候呢 他把后面没有写加权平均数 而是做了一个补充 说明了一下 教材做了新号 他说如果是当期发行的 还要考虑权数 那是对的 如果以前期间发行的 那这个权数本来就是12分之12 不写也可以 但如果是当期发行的 比如4月1号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那必须要乘以12分之9了 12分之9 所以我索性在这个公式上面 我加上加权平均数就可以了 这样就更完整一些 这个公式就完善了 好那这个还是比较抽象的 我们下面呢 待会给大家举例子来说明 还有第二种情况 我先说一下 刚才讲第一种情况是 解锁条件是 仅仅是服务期限条件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 包含业绩条件的 就经利润增长多少吧 营业数增长多少等等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假定是 资产负债表日是解锁日 与刚才是不同的 服务期限条件的时候 我们是假定在 授予日就解锁了 授予日就全部解锁了 那为什么业绩条件 必须在12月31号呢 那是因为 只有在12月31号 我们才能判断 是否满足条件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数战并没有展开这些 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 第二种情况 我们也就不展开假 意思也就是告诉大家 重点掌握第一种情况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结合教材第四 其实就是第一种情况 那说明一下 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采用授予职工 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金的计划 2015年1月1号 假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600名高管 每人授予100股自身股票 授予价格每股8块钱 单日认购股票 总共是48万元 履行的增资手续 授予公允价值每股15元 这是全营工具的公允价值 极力计划规定 这些高管从2015年1月1号 即在假公司服务连续服务三年 服务期限条件 三年以后全部解锁 期间离职的按照授予价格 扒开回购 所授予的股票不得上市 在这个期间不得上市流通 或者转让 这是限制性股票 另外 激励对象因获售限制性股票 而取得现金股利 由公司贷管 作为应付股利 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对于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将来扣除这一部分现金股利 说白了 就是我加了几个字 告诉我们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这是这家公司的一个规定 2015年度 假公司事先净利润是500万元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不含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直接告诉我 加权平均数了 是200万股 宣告股利了吗 宣告股利一块钱 那就说明要考虑这个事情了 考虑现金股利了 而且这道题是属于现金股利可撤销 因此我们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它的分子是要减去宣告股利 另外估计三年中离职的人数合计有80人 当年末有30人离职 假定市场平均价值35块钱 在下面我们分别计算两个指标 第一个是基本美股收益 基本美股收益等于实现的金肌中500万元 要减吗 要减的 刚才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在有现金股利的情况下 我们要减去 预计未来可检索的这部分人 他的分别给他们的现金股利 总共有600人 预计三年有80人要离职 我们要减去这80人 剩下就是未来可检索的 每人100股 每股一块钱现金股利 这是减什么 减现金股利 分我200万股就行了 加权平均数不用 加上什么什么数字的 限制性股票不包括的 算出来基本美股收益2块钱 四毛七 再来算稀释美股收益 在算稀释美股收益之前 我们先要算一个行权价格 行权价格第一年末 我们现在是第一年末 等于授予价格8块 加上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工资 价值15 乘以尚未提供服务的时间 权数三分之二 这样算出来是18元 行权价格18元 小于市场价35元 所以有稀释性 下面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 在计算之前 先把发行的数量算出来 是6万股 这没问题 那么稀释美股收益 分子请大家注意 分子就不用调 我们前面说加回来什么 加回来什么什么 那个说实话 它是说在基本美股收益的 这个基础上的个分子 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 是已经扣掉的部分 我们不用 我们不扣也就不用加了 是不是 所以分子就是净利润 就是这个500万 对500万净利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分模 这是加权平均数 基本美股收益的加权平均数 这个就是限制性股票的增量数 增量数6万股 减去6万乘以行权 加个18 除以市场价35 增量的数量 乘以权数 因为这道题是1月1号的 所以12分12 这样算出来是2.46 2.46跟刚才比一下 2.47 那至少不冲突 是不是啊 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你比基本美股收益要低 好了 掌握教材这道题 大家要重点掌握教材这道题 两个指标分别怎么计算 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接下来再给大家一道例题 其实比刚才还要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1月1号 甲公司采用授予 职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基地计划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其200名高管 每人授予1万股私生股票 授予价格10块钱 200名高管认购 款项2000万元 履行的增资手续 当天全营工具的公营价值 每股6元 基地计划规定 这些管理人员 从2023年1月1号期 在甲公司连续付三年 服务期限条件 那么三年以后全部解锁 期间离职的按照10块钱回购 基地对象 应获售限制性股票 而取得现金股利 有公司贷款等等 说明这是什么呢 这是刚才教材立体之类似的 那就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2023年度甲公司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金利润 是3.3个亿 未宣告发放股利 假如考试题 考了一个未宣告发放股利 其实题目变得更简单 你分子 分子其实不用考虑这一些的 在计算基本美国收益时 没宣告你管他干什么 其实我想给大家说明的 就是这个问题 甲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不含限制性股票的 加权平均数 1.25亿股 假如23年度 平均市场价格25亿元 那下面呢 我们分别来算一下两个指标 第一个基本美国收益 等于分子 有没有看出来 特简单了 你没有宣告分败前进股利 那我就不用管他了 是不是啊 虽然你是限制性股票 但是没有宣告分败前进股利 我主要想提醒大家 题目变得简单了 我们反而不会做了 还在套刚才那个公式 算出来是2.64 再来算新市美国收益 70美国收益首先第一步算行权价格 行权价格等于授予价格10元 加上这个6块钱 乘以3分之2 算了14 平均价格是25 行权价低于平均的市场价格 具有稀释性 所以我们下面要算一下70美国收益 当于分子还是3.3 这没问题 然后分拨两个加权平均数 两个加权平均数算是2.62 至少比这个小吧 好了 这道题主要想告诉大家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基本美国收益在算的时候 分子反而不用管它 虽然是限制性股票 变得更简单 好 那么这是给大家补充一道题目 来分析一下 好 那么到这为止呢 我们这一节课主要是讲了一下 3和4 尤其是4 限制性股票 作为一个重点 难点 考点的看待 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